我们先来看到在经济的部分 因为你知道国际的制裁是万箭齐发 截至目前为止 制裁俄罗斯5532项 已经超过伊朗了 那最新的消息是 这一次白宫不是只有在放风声 他们已经讨论了几天之后 美国还有英国 确实对俄罗斯采取了 就是进口石油的禁令 那当然美国还进了天然气 能源等等 那英国的话只有进石油 好我们先看到这 万箭齐发了 而且石油能源的部分也加入制裁了 所以目前大概全世界被制裁最惨 最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 所以他受伤的很重吗 有志 最惨怎么会是俄罗斯 你光看现在谁叫的最大声 什么叫痛 你被踩到脚 然后会啊最大声那个最痛 现在谁最大声 削枝最大声 削枝大声到不行 他已经不是哀哀叫而已 他是已经到了哀哀叫母 痛到不行 第二阶段不参加 不参加了 不要跟你玩啊 你们这样继续玩 我不跟你玩 连swift他都不想要玩 为什么 他的天然气 所有全部付款 跟他的北溪二号的公司款项 全部都是swift出来的 最痛的是德国 德国再把他回来看到台湾 一模一样啊 万一台湾真的发生这些状况 我想最痛的一定是台湾 德国50%能源也是天然气 台湾未来在2025年后 也是天然气 三阶大家刚投过吧 藻礁公投大家投过吧 那个数字都耳熟能详吧 俄罗斯对于德国已经痛成这个样子了 痛到我跟美国对干我都不在乎 我痛到被你们全世界人骂 我没有我闹 我不帮我都没关系 那他是最痛啊 未来台湾也是 现在俄罗斯占我们只有10%吧 对10% 天然气是10嘛 天然气 美国占40% 万一现在俄罗斯没有那个10 现在拿去消耗 又去给美国 哎呀 德国50%靠的是俄罗斯 台湾50%靠的是 没有喔 美国没有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 对 他就说台湾 台湾 我说台湾 台湾 之于美国 就像德国之于俄罗斯 所有能源都控制在俄国跟美国 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人家痛成这个样子 你台湾未来会不会痛成这个样子 还是以蔡英文的性格 一定会说 没事 夫妇的 没听没听没听 大家都不要被骗了 千万别抬头 我们能源一定可以 决定是跳电 然后每次以后值 以后不过跳电会100万100万的一直跳 万一真的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万一要制裁美国 真的我打比方了 美国没有人敢制裁了 真的有人要反制裁美国 万一整个玩下去 第一个是惨的是台湾 我们能源政策不是要跟着德国一样在 问题是德国还有法国的核电可以用 我们咧 我们现在有什么 四面环海 你要跟谁雪尔能源 所以你光看德国最痛 你就可以知道台湾未来有多痛 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去知笔知笔 知己知笔 然后今日台湾 明日乌克兰 明日进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今日德国 我们台湾不这样想 政府告诉你都是谣言 不准谈 所以整个你看 这种能源的制裁 我觉得西方国家最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的一种做法 你觉得害的会是拜登这些人吗 害的会是马克宏这些人吗 不会是吧 拜登请问你每加一次油 台币要70块60几块你会痛吗 你不会痛啊 油又不是你加的 问题是开在路上的是我们 最近的柴油 我是加柴油的 涨了两块 不到两块一块多 我想我最近觉得 吃不消 很烦 连我们这种固定收入的都可以 你看一般的老百姓 最近的石油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 很夸张 痛的是谁 不会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跟领导人 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痛 转嫁在我们身上 就是你们这些人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这全部都是 大家没看最新的新闻 所有的金属期货全部都在涨 包括镊 最近也涨翻了啊 所有东西都金属 重金属都在涨 未来最影响的就是工业 里面有多少是手机要用的 有多少是这些高科技产品要用的 然后这些高科技产品一旦受伤 台湾不会受伤吗 人家一直讲 这些制裁跟我们台湾没什么关系 你确定 这已经是地球村了耶 你确定你这边打个喷嚏 你们这边晚上不会中肝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去顾虑到说 拜登现在搞这些动作 影响到未来是我们 最受伤的一定是 但是说实在对拜登啊 他有没有差 他哪有差啊 他哪有差啊 美国对进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几年有多少 零啊 常常挂零吧 我跟你讲 他们其实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最低的 没差啊 而且就算他有差 石油 石油两个percent 对 成品有大概四个percent 就算15个percent 他还有差 无敌阿拉伯中东可以补啊 没有他从加拿大就可以补 你德国要去哪里补 德国你要去哪里补 没得补 所以都是这些欧洲国家在水小 可是美国一个人独赚 你再请问啊 你再讲比较深一点 美国的国会难道后面没有这些所谓的游说团体 然后一直说赶快干 赶快干 包括小布希家族就随便想就知道 光这一批游下去 他们都贪多少 只要做石油的说客 最近国会议员一定拼命的轰拜登 你怎么不太快呢 你又发现 这些政客 没有一个人替我们老百姓着想 包括美国 这美国人 再来就是影响他的其中选举 11月多的时候 这一路这样涨下去 口袋都变空了 疫情之后 美国人现在有这么好过吗 那你游戒现在要涨到一个地步 请问 11月的选举谁会难过 拜登啊 自食恶果 他一方面要吃到军事制裁的果实 好像变成 我今天又是恢复到世界秩序 你好像会投给我 可是在民生议题上 你未来怎么能去面对 我真的讲 尤其你刚刚讲到 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已经余化 大家很久了 这个什么 俄罗斯什么 那个什么情报团体流出来的 内幕报告 这个如果是真的 我头剁下来给你玩 真的吗 我要你的头干嘛 对啊 对也是啦 不是啦 玩假新闻玩到离谱了 来来来 你怎么 凭什么说他是假的 我把这个整个都截下来了 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内容 你自己看 这是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 是一个俄罗斯反贪腐网站 这个人 人权斗士 这个人公开吹哨了 他说俄罗斯的FSB 这个分析师写出来的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计划 一无所知 而且没有对制裁应变错 应变计划 哇 FSB敢对普丁大帝讲这些话 我笑你有种 你不是说俄罗斯是一个很独裁 没有人敢碰吗 普丁不是食而不赦 杀人如麻 一个分析师敢对普丁呛啊 你发动这之前没告诉我啊 这些计划我一无所知啊 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任何制裁计划 然后再来你看 一句比一句夸张 这些只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 纳粹化这些报告 不知道谁出的收主意 FSB敢对克林姆林宫说 你们不知道谁出的收主意 太棒了 我想这FSB这个情报员一定要把他 美国应该要把政治庇护 再来你看看 最后这一句你相信吗 因为普丁早就与主要部队失联 失联我可以开人道走廊 失联可以在乌克兰偷袭之后 马上关闭然后再打 一个军队可以开河 好像呼吸一样 你自己看兵法上面 如果能够让部队如必食指 你知道那个指挥官 跟运作系统 是要多么的细致跟细腻 为什么这些包括诸葛亮 可以让人家这么的钦佩 光在指挥上面 就如此的精致 普丁现在是连 主要部队都吃联 你相信 还要我再往最后把它看完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 俄军就算花50万兵力 也占领不了乌克兰 你们完蛋了 好 主旋律出来了吧 这不是西方媒体杜撰的 这是什么 主旋律都是一样 俄罗斯完蛋了 俄罗斯里头分歧 情报员不知道 普丁要干嘛 普丁不知道情报员 有没有东西 然后偷偷摸摸的出兵 搞得他现在 自己远在莫斯科 没办法指挥主部队 讲完了 你相信哦 我才不相信 这样子的 报告 报道都有人相信 你再去看最近 半岛跟那个 中东的电视台 整理了一整挂 最近这几 从2月24号到现在 光假新闻那个 我想如果心情不好去看 我传给你们看 一定会笑死 心情会太好了 这种东西太多了 反而大家现在应该要去看的 真正的什么叫军事家 跟政治家 CSIS在美国两大智库之一 在1月份就已经公布了一个 乌克兰江开战的 整个计划 六大点 前面三大点 是战前跟战时 后面三大点 就是未来怎么收拾 看了没 基辛吉八年前的那个访问 大家看了没 米尔斯海默 一直在提醒大家 乌克兰问题怎么解决的 那几篇文章看了没 没有 所有西方媒体要告诉老百姓的 叫千万别抬头 都看我们这些杜撰的就好了 都看我们那些 用以前的影片 然后骗大家就好 这些专家的 军事专家的 不要看 因为他说的 一定会马上战争解决 如果按照米尔斯海默的方法 如果按照基辛吉的方法 我跟你讲绝对一半个月 三个月之内 15天到40天 三个月90天之内 一定解决 不是现在呢 西方媒体一直唱衰 6月 对不对 还要6个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6个月 这样子才能够挽垮普丁 挽垮俄罗斯 可是基辛吉跟米尔斯海默 已经跟大家讲很久了 当初就跟你们讲了 俄罗斯在不行的时候 你把他海边到 自己西方国家系统里面 今天就是大家一起对抗中国 十几年前提出来的 西方国家现在有在照做吗 没有 现在西方国家为自己 树立一个俄罗斯加中国 联盟敌人 然后把俄罗斯变成美国 变成中国加拿大 昨天蔡正元告诉我这个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 你本来可以赢的局 你现在用制裁来换 所有老百姓口袋里面苦哈哈 但是你本来可以让俄罗斯加入欧盟 甚至加入 俄罗斯提过他加入北约你知道吗 有啊 被拒绝啊 不让他加啊 当初如果这样搞 今天还会有乌克兰战争吗 不会啊 结果西方国家是这样搞全世界 然后现在又用制裁 把我们大家的口袋 你所有你跟我的生计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真的还要相信 整个西方国家的路吗 台湾应该走自己的路 两大在野党根本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在干 因为民进党你讲他没有用了嘛 他就是走美国路线嘛 问题是两大在野党 现在除了贴乌克兰国旗 挺乌克兰之外做出什么了 没有啊 这些军事策略跟未来国家方向 两大党在野党都没有提 整个台湾全部都是废客 废物政治人物 所以才会搞得我们台湾现在未来 有没有人去思考天然气问题 没有